后金是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 关于努尔哈赤所建立政权的正式国号 究竟是金还是后金 至今历史学界仍有争议 后金最初建于朝鲜史料 后金与努尔哈赤的姓氏爱新觉罗中的爱新意思相同 它是满语黄金的意思 这也表明努尔哈赤承袭完颜式的金朝 因此后人一般统称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为后金 十四世纪中期以后 散居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 纷纷向南迁徙 这时的女真人分为三大部 建州女真分部在牡丹江隋芬河及长白山一带 海西女真分部在松花江流域 东海女真分部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等地 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以农业为主 已经进入阶级社会 东海女真仍以渔猎经济为主 农业还处在萌芽 滞留在原始社会末期 后来女真又按地域分为建州 长白东海护轮四大部分 朱元璋时期明朝为压制北原残余势力 在辽宁一带设立辽东都指挥史司 开始着手控制女真各部 明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 甚至远远高于对汉族百姓的待遇 建州女真所获得的好处尤为丰厚 明朝的统治衰落后 建州女真部的势力趁机崛起 当时辽东地区的王搞几乎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 当时建州女真的一个酋长绝昌安 于是主动表示臣服于王搞 绝昌安还让自己的第四子塔克氏 迎娶了王搞的女儿为妻 后来他生下了努尔哈赤 绝昌安还将自己的孙女 嫁给王搞的儿子阿台 从此两人结成政治同盟 就在努尔哈赤出生后 李承良出任辽东总兵 塔克是直接带着刚出生的努尔哈赤 来到李承良家中 此时绝昌安首属两端 他表面上顺从王搞 暗中与明朝勾结 后来王搞被出卖 王搞最终被押到北京 凌迟处死 不过他的儿子阿台却逃过一截 后来阿台未报杀父之仇 他回到古勒寨后 招兵买马 准备继续对抗明朝 随后李承良再度率兵讨伐 但李承良却苦于对当地的地形的不熟 于是绝昌安 塔克是父子自告奋勇 战了出来表示愿意为明军带路 由于古勒山地形险要 明军一时间难以攻下 绝昌安便以阿台长辈身份 劝说他投降 阿台却将绝昌安与塔克是扣了下来 于是李承良只得命令军队强攻古勒山 在这场战乱中 绝昌安被明军大炮引发的大火烧死 而塔克是被明军误杀 清朝官方史料称 绝昌安为使孙女免于战乱 便与努尔哈士的父亲塔克是 入城劝说阿台投降 不料图伦城的城主暗通明朝 趁乱喊道李承良有令 谁杀死阿台 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 明军趁机发起了攻势 绝昌安与塔克是死于战火之中 当时的努尔哈士已经25岁 早在努尔哈士10岁时 他的生母便离开人世 努尔哈士的继母对他非常刻薄 努尔哈士19岁时不得不分家生活 他与同母弟以彩石山中食用为生 在此期间 努尔哈士尝到腐顺的马士与汉人 蒙古人进行贸易活动 当时努尔哈士习得了蒙语 他特别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后来努尔哈士还将三国演义 以机密文件形式发放给手下将领 让他们学习其中的谋略 绝昌安与塔克是离世后 努尔哈士尚书 明朝问为何无故杀其祖父亲 明廷下诏表示是误杀 同时授予努尔哈士官职 由于当时努尔哈士的实力远远不足以与明朝抗衡 于是他将怒火转移到了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身上 努尔哈士要求明朝交出尼堪外兰 这一要求却被明朝边将被视为无理取闹 明朝边将警告他如果再提出此要求就全力扶植尼堪外兰 当时剑州女真的许多不听信此言都投归尼堪外兰 之后努尔哈士从李承良手中获得了父亲的残部 李承良希望通过努尔哈士来占据朝鲜以实现自立 努尔哈士能够在辽东的崛起 与李承良的包庇有着直接关系 就在同一年努尔哈士率领部攻打了尼堪外兰 尼堪外兰先前听到风声率家人逃至甲板城 努尔哈士得胜而归 此意为努尔哈士人生中之首战 随后努尔哈士攻打甲板城 尼堪外兰闻风辗转逃往俯顺附近的俄尔魂城 努尔哈士则再度扑空 由于担心努尔哈士的起兵会招惹明朝 努尔哈士的宗族于是预谋杀害努尔哈士 努尔哈士本人由于自身实力有限 他不愿过多树敌 他于是数次故意将刺杀他的刺客放走 这一年的九月 他听说董恶部内乱 他于是率兵采用火攻方式进攻董恶部 城池将陷之际 突然天降大雪 努尔哈士不得不班师回城 还是途中 努尔哈士又向温科洛城发起了进攻 但他却被对方的神剑手射中颈部 努尔哈士血流不止 只能撤退 他伤愈后再攻温科洛城 城县后 有人建议将射伤他的两名神剑手斩杀 努尔哈士却又敢于二人之勇敢 将两人纳入了帐下 两年后努尔哈士攻克了俄尔魂城 尼堪外兰居则趁乱逃出 当努尔哈士得知尼堪外兰已经被俘顺明军保护起来后 他下令将俄尔魂城内十九名汉人斩杀 其余被俘虏的六名授剑商之汉人则重新将剑插入伤口 令他们去向明朝边关报信 明朝剑努尔哈士逐渐是大 而尼堪外兰已毫无利用价值 便决定不再对其进行庇护 尼堪外兰死后 努尔哈士又吞并了折尘部 随后苏丸部、董厄部、雅尔谷部相继归顺了努尔哈士 这三部的酋长与努尔哈士刚刚起兵之时的麾下猛将俄一督 安费扬古并称五大臣 成为努尔哈士政权中的中流砥柱 就在同一年 努尔哈士消灭了完颜部 至此 努尔哈士共历十五年时间完成了对剑州女真的统一 在统一剑州女真的过程中 努尔哈士在俯顺新兵建造了费阿拉城 此时努尔哈士以游启兵时微不足道的数十人 发展到了一万五千人 这引起了海西女真的不安 海西女真部落试图以劫亲的方式对努尔哈士进行控制 但未能奏效 随后以那临布路为首的海西诸部 企图胁迫努尔哈士各地 但均被努尔哈士言辞拒绝 海西女真珠部见威逼恐吓无效 于是决定联合进攻努尔哈士 努尔哈士在战斗中战马受惊 他几乎坠地 幸亏安费阳舍身护驾 努尔哈士才逃过一劫 随后努尔哈士一剑射中敌军主将的战马 富尔加齐之意最终以努尔哈士的胜利而告终 然而海西贵族们不能接受这一失败 规模更大的战争随即爆发 努尔哈士利用对方号令不一的弱点 击败了九部联军 九部联军的惨败改变了剑轴和海西之间的力量对比 导致了海西后来的灭亡 努尔哈士也一战成名 当时海西女贞的南方酋长王台有意一同女贞诸部 但因为明朝的阻碍 他没有实现目标 从此 王台追求享乐 偏信谗言 导致了部署的叛离 他在努尔哈士起兵前十个月病逝 他离世后 他的儿子们就开始内斗 最终他的小儿子胜出 这却极大的损害了哈达部的实力 努尔哈士采取分化瓦解之策 吞并了哈达部 随后 努尔哈士收哈达人马编入建州户口 创建四旗 哈达部灭亡后 灰发部处于被建州三面包围状态 灰发部首领死后 他的孙子拜因打理杀了七位叔叔自立为首领 这导致了挥发部的分裂 随后 拜因打理将自己属下七元大将的儿子送到建州做人制 拜因打理请求努尔哈斥助其稳定局势 努尔哈士援军到达后 拜因打理又害怕起建州军会伟大不掉 此后 拜因打理一直举棋不定 这给努尔哈士提供了进攻的借口 挥发灭亡后 与挥发同组的乌拉部成为了努尔哈士的新的目标 当时大雪纷飞 呼尔汉 杨古利分兵保护投奔之部名后 率二百兵与乌拉军先锋 在乌结岩展开激战 此战 建州军获得大胜 乌结岩之战 进一步的削弱了乌拉的实力 而且也打通了建州 通往乌苏里江流域 以及黑龙江中下游之路 对后来招幅野人女真起到了作用 此战努尔哈士的三弟 舒尔哈齐的暗兵不动 这成为日后努尔哈士与他决裂的导火索 1613年 努尔哈士在争乌拉 双方厮杀 乌拉大败 随后努尔哈士出征叶赫部 叶赫再度向明朝求援 开元总兵马林率全城之兵前往救援 努尔哈士为避免父辈受敌 搬世而回 作为报答 叶赫于同年三月作为明朝的北陆军出兵 参与了撒尔虎之战 然而 明军大败 无力再对后金发动攻势 努尔哈士决定 趁势发兵再征叶赫 并发誓不灭叶赫绝不还 8月努尔哈士谎称征讨蒙古 实则绕路奔袭叶赫西城 另一路则由假扮蒙古兵攻打叶赫东城 最终 努尔哈士将海西女真全部吞并 明朝时期在建州和海西女真之北的黑龙江 吴苏里江流域还居住着东海女真 黑龙江女真诸部 因其与明朝互通往来较少 发展较为落后 而被明廷称统称为野人女真 到1626年 努尔哈士大体上控制了野人女真诸部 对后来 在皇太极最终完成对野人女真的征服 打下了基础 努尔哈士经过多年的艰苦征战 统一女真各部 而明朝对努尔哈士的野心浑然不察 甚至在努尔哈士建立后 金国的前一年 纪辽总督还向朝廷奏称其唯命是从 1616年 努尔哈士在赫图阿拉建国 两年后朝鲜和后金境内爆发了非常严重的饥荒 努尔哈士将目光转移到明朝辽东地区 第二年 努尔哈士公开向明朝问罪 发布七大恨关于七大恨的内容 明清诸多史料 有诸多不同版本 但大体内容主要是对于明朝杀其父祖的仇恨 和对明朝插手女真事物 偏袒海西女真的不满 1618年 努尔哈士兵分两路直取辅顺 由于努尔哈士年轻时 曾在辅顺从事贸易活动 因此对辅顺城的情况了如指掌 当日 努尔哈士派人至辅顺告知 次日有一个三千人的女真大商队 前来辅顺贸易 杨庄上任的后金先锋部队 来到了辅顺后 即展开攻势 这时努尔哈士大军突治 于辅顺城内的后金军里 应外合一举袭取辅顺 辅顺失现的消息后 广宁总兵急忙前往救援 双方激战之时 天空风沙大作 明军迎风而战 陷入不利局面 最后被后金军全监 辅顺之战 共历时一周 后金军不仅攻占了辅顺 还截略了大小屯堡五百余座 俘虏人处三十万 努尔哈士回辅顺城后班时 他立刻论功行赏 分配战利品 有效地缓解了因饥荒产生的社会矛盾 辅顺失守后 举朝震惊 皇宫也严密排查 内官以严防后金间隙混入大内 辅顺一战 极大鼓舞了后金军的士气 努尔哈士连刻了清河等地 努尔哈士还将被俘获的一名汉人 割去双耳 并对明朝下了战术 明廷自此才终于意识到 事态的严重性经十个月的准备 明廷从全国调来 各路兵马骑聚辽阳 在世事一事上 明朝将俯顺之战中 临阵脱逃的指挥官白云龙斩首 随后明军分兵四路 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合围而来 在出发前 明军主将还故意派人转告 努尔哈士进攻的日期 努尔哈士对此却毫不在意 后金军利用骑兵优势 一举拿下萨尔虎大营 随后后金军马不停蹄地赶往吉林牙池远 正进攻吉林牙的明军 听说了萨尔虎大营失现的消息 军心动摇 西路明军不久被全歼 此时其他路明军如金公之鸟 最终萨尔虎之战以后金大胜 明军惨败而收场 萨尔虎之战是后金和明朝命运的转折点 明朝的军事部署由公转手 且在也无力主动对后金发动大规模战争 萨尔虎大胜两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后金军四万攻打开源 一个月后努尔哈赤探支援助铁领的辽东总兵调住沈阳 他借机攻陷了铁领 在之后一年半的时间努尔哈赤对明朝仅以试探为主 没有太大的军事进展 1621年努尔哈赤突然率清国之兵出现在沈阳城下 不久后金祥人大开城门 后金军攻入沈阳 在攻占沈阳 歼灭两路援军仅五天后 努尔哈赤发兵攻打辽东首辅辽阳 后金军利用从明军缴获得来的火器 配合骑兵冲杀 击败了明朝的援军 辽阳明军手将建大势已去 自一而死 努尔哈赤夺取辽阳之后 即迁都辽阳 努尔哈赤经过十个月左右的准备后 率军向广宁进发 努尔哈赤利用明朝的叛徒 兵部血刃占领广宁 努尔哈赤近战辽沈地区后 获得大片土地 汉人稍有反抗 便大肆屠杀 1625年 努尔哈赤又将都城从辽阳迁至沈阳 第二年 他率领十三万大军 西渡辽河 明朝首将原重换 以葡萄牙制的红衣大炮 击败了他的进攻 同年四月 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 争蒙古卡尔卡 四个月后 努尔哈赤病逝 他中年68岁 努尔哈赤生前 他的长子楚英19岁 就率兵打仗 楚英幼年丧母 他29岁便执掌国政 楚英生性残暴 心胸狭隘 假之战功赫赫 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 从而努尔哈赤的开国五大臣 到努尔哈赤的四个子职 都与他不合 当时 女真族还没有力敌以偿的传统 努尔哈赤四个子职 为了争斗皇储的位子 便与五大臣联合 此时 五大臣也不满于楚英的专权 两派政治势力 一派即合 此时 楚英对五大臣缺乏千功的态度 对四贝勒又没有笼络的手腕 楚英只想趁父亲在世时 削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 以便巩固自己的储位 这样的做法 使四贝勒与五大臣人人自威 更促进了他们的联合 双方矛盾的逐渐明朗化和日渐激化 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在长子楚英 和四贝勒五大臣之间做一个抉择 他反复权衡 最终决定疏远楚英 而后两次进攻乌拉 努尔哈赤都没有派楚英出征 而让他在家留守 楚英非但没有从中汲取教训 反攻自省 反而焚香诅咒大臣和兄弟 随后 努尔哈赤效法当年 承治弟弟舒尔哈齐的办法 命将长子楚英幽 尽在高墙之中 努尔哈赤深知楚英必病 但也想给儿子一个检讨自己 痛思悔过的机会 就招楚英 让其看四贝勒五大臣告发他的文书 可是楚英仍固守己见 不思悔改 于是 努尔哈赤开始逐渐削弱了楚英的权势 这更加激发了楚英的极大不满 至此 楚英从被立储君到他最后失去执政权力 仅仅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楚英开始敌对父王 结交党羽 伺机报复 当父亲出兵在外的时候 楚英出谋 写诅咒对天地焚烧 还扬言 希望出征之事被击败 若被击败 我将不使被击败的父亲及弟弟们入城 努尔哈赤听闻此事之后 非常生气 两年之后 楚英被努尔哈赤以不思悔改之名 下令处死 他年仅三十六岁 楚英去世后 楚英的同母弟 努尔哈赤的二儿子戴善成为太子 1620年代 善看到其长子月托修整好的宅地 比自己的好 就想霸占儿子的宅邸 六个月后 戴善次子朔托 因为无法忍受戴善的虐待 而突然失踪 有人说其叛逃投明朝而去 在还未确定 朔托是否叛逃时 戴善急一口咬定朔托有叛逃之心 在找到朔托 并且其本人明确表示并没有叛逃后 戴善还是向努尔哈赤跪下五六次请求斩杀朔托 戴善的要求遭到了拒绝 努尔哈赤释放了朔托 努尔哈赤由此开始调查戴善 给予两个前妻之子的待遇问题 发现戴善之子约托 朔托所领有的资产均比其他的一亩弟弟差 因此努尔哈赤怒斥戴善说 你也是前妻的儿子 何不想想我不是对你更亲近吗 你怎么就被后期蒙蔽的虐待 以长大成人的儿子呢 何况我待你一直是特选良好的不民 让你专管 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我一样 将优良的不民赐给月托 朔托呢 努尔哈赤让月托 朔托与戴善分家 并公开宣布废掉戴善的太子之位 之后戴善亲手杀掉妻子 向父亲谢罪 努尔哈赤要他与朱棣发誓 今后如再怀恨众贝勒 大臣甘愿受天地处罚 戴善尽管被废除了太子位 但仍得为四大贝勒之首 参与治理国政 之后努尔哈赤的两个小妾 告发努尔哈赤的第四任妃子 阿巴赤与戴善有暧昧关系 在审理过程中 朱贝勒大臣又说 他们都目睹过两人眉目传情 努尔哈赤对此又恨又恼 但终因其有言在先 欲将朱幼子及大福晋 交由戴善抚养 加上又没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戴善如何不轨 所以努尔哈赤 以大福晋窃藏财物的罪名 将阿巴赤修了 经过此事戴善的威信 一落千丈 努尔哈赤为避免诸子争处 导致权力纷争 创立八旗贝勒共义国政治 汉卫可由八个旗主护役 努尔哈赤离世后 当时有条件参加汉卫争夺的 有三个人 一是戴善 其二是皇太吉 皇太吉善用权谋 最重要的是他功勋卓著 第三位有可能性的竞争者 是阿巴赤的长子多尔滚 但多尔滚当时只有13岁 努尔哈赤死后 在贝勒会议上 戴善首先提出皇太吉继位 之后 其他参会者也表示同意 这样皇太吉就在努尔哈赤之后 继承了大位 皇太吉是努尔哈赤第八个儿子 现代学者多认为皇太吉 并非是其真实名字 皇太吉仅仅是其称号 来源于蒙古贵族的称号 魂台吉 据后世学者推测 皇太吉本名 有可能是黑环 据清代史料记载 皇太吉聪明伶俐 很受努尔哈赤的喜爱 在努尔哈赤的猪将中 唯有他识字 他七岁时就开始主持家政 他不但把家里日常事务 管理得井井有条 还能为父亲出谋划策 俯顺大姐就是他的功劳 他十二岁时 他的母亲便离开人世 他跟随父兄迅速成长 很快变成一个能文能武的少年 沈阳师圣寺 曾藏有他用过的一张弓 不仅一般人不敢问津 就是一个壮士 也很难拉开 而皇太吉当年运用自辱 使学界对他继位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他光明正大通过推选继承汉位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努尔哈赤曾想传 位于第十四子多尔滚 因多尔滚年幼 代善于世拥立皇太吉继位 后来多尔滚设政时称皇太吉的皇位 是从他手中夺取的 皇太吉继位后并没有独占权柄 他与其他三位亲王一同主持朝政 历史上被称为四大贝勒时期 在努尔哈赤死后 多尔滚的母亲被强迫自尽 当时他只有37岁 他的死标志着多尔滚失去了依靠 随后皇太吉将目光转向其他的三位亲王 当时诸王均享有很大权力 尤其是戴善 阿敏 芒古尔泰三和朔贝勒 均年长于皇太吉 皇太吉临朝时 三大贝勒并坐左右 同受陈属朝拜 为此他设立了总理奇务大臣 此举达到了分散诸王权力的目的 随后他搬行了李主条例 条例在才一八旗旗主特权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两年后 他取消三位亲王与自己平齐平坐 改由他一人难面独坐 1630年 他以弃成为罪名 囚禁了努尔哈赤的弟弟 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 皇太吉原本拟定阿敏为死罪 后改为囚禁 只是杀死了阿敏的儿子 被囚禁十年后 阿敏死于狱中 第二个遭殃的就是芒古尔泰 他是皇太吉的五哥 在战场上履历战功 他最为人所诟病的是 他亲手杀了自己的生母 当时他的母亲傅察氏 从现实利益出发 与戴善眉来眼去 最终事情走漏 努尔哈赤念及就情 仅以私藏财物的罪名 把妇查氏休了 芒古尔泰为了取悦父亲欢心 就私下里把自己的母亲 残忍的杀害了 从此 他地位一落千丈 以至于在推荐捍汉卫 继位人选时 竟没有人推荐他 无奈之中 他也只好表示赞同皇太吉继位 公元1631年 皇太吉率五万兵马 围攻大灵河 芒古尔泰的手下伤亡惨重 他十分心疼自己的将士 便来找皇太吉 希望得到支援 皇太吉却声称 有要事要办 芒古尔泰健壮十分恼火 大声说 皇上对我有何成见 可以明说 不能如此对待我 边说边把手放到刀柄上 站在身边的芒古尔泰 同母帝德格类 连芒上前拉了芒古尔泰一把 提醒他不要冲动 谁知这个芒古尔泰更加来劲了 随手就把刀拉出一段 他对着皇太吉大骂道 皇太吉老子砍了你 皇太吉利声呵斥 芒古尔泰 你小子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不过是一个杀了自己亲娘 向先皇邀功的小人而已 当晚 芒古尔泰在齐帝的劝说下 以自己饮酒过多 导致狂言乱言为由 来到皇太吉大账赔罪 然而皇太吉根本就没见他 随后 皇太吉降了他的职 并削减了他的不重 芒古尔泰的姐姐芒古继 听说弟弟发声事 就急忙带着第二任丈夫所诺目 从开园探望他 芒古继望着弟弟 问他以后如何打算 芒古尔泰愤愤的说 我现在把皇太吉彻底得罪了 与其忍耐 早晚没有好果子吃 干脆一步做二步休 找个机会把他除掉 夺取捍卫 如果夺权失败 我们就退到开园 在那自立为王 第二天 芒古尔泰就着手安排 芒古尔泰的姐夫索诺目 本来就与芒古继同床异梦 索诺目于是把芒古尔泰 图谋不轨的 室秘报给了皇太吉 时间不长 正值壮年的芒古尔泰 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就暴病而亡 也有观点 他是正常去世 芒古尔泰兄弟相继离世后 皇太吉对芒古尔泰家族 进行了清洗 随后 芒古继的亲信 举报了芒古继 与其兄芒古尔泰密谋造反 皇太吉迅速派人星夜 赶赴开园公主府 将开园公主芒古继 与俄妇索诺目拘捕到案 他以最快的速度 公布了芒古尔泰等人的罪名 一时间整个圣经 弥漫着恐怖的气氛 芒古尔泰所率领的正兰旗 也被取消建制 八旗也短暂的变成了七旗 后来正兰旗虽然重建 但已经难以恢复到鼎盛时期 此时四大贝勒只剩下了皇太吉与戴善 随后皇太吉以戴善私自设验款 戴芒古迹为名 亲自登门责问戴善是何居心 之后皇太吉召开大会 皇太吉在隶属戴善罪状后宣布逼宫不出 要重贝勒另选他人为帝 戴善在重大陈面给皇太吉下跪 请求皇太吉亲政 经过重贝勒商议后 决定拟阁去戴善的大贝勒职务 1635年 多尔滚平定查二 获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 随后皇太吉在沈阳召开贵族大会 会上皇太吉被奉上可汗的尊号 之后皇太吉将国号改为大清 这拉开了清朝的序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